哎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到 那每一次我们要画房子的时候 屋顶会用什么形状呢 窗口还有门我们又会用什么形状呢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基本形状 也就是在一年级科学滑动本第57以及58页的City哦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好啦 在第57页我们就看到基本形状 那练习一这边呢我们就要回答以下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题这边 我们要根据颜色然后画出各基本形状 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正方形 我们要用红色来画出来 长方形呢要用绿色 三角形要用蓝色 以及圆形是要用黄色的 那大家可以准备你的颜色笔 我们要一起画画咯 好 那我们看看下面这一张图呢 哇 真的是有这四种形状掺杂在一起的 对不对 有三角形 有正方形 有长方形 有圆形 那我们就要根据它的颜色 那我们把这些形状呢给画出来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正方形这一边呢 我们要画出红色的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找 诶 这个图画里面哪一个是正方形的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咯 那在这个图我们就看到了左上角这边 诶 有一个正方形对不对 啊 我们给它画上红色的 那还有哪一个地方有正方形吗 是的 在下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正方形对不对 啊 我们给它画上红色 然后在旁边也是有一个正方形 诶 在右上角这边有两个哦 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画上红色 那记得正方形是红色的 我们就根据它的颜色然后画出来 还有没有正方形 嗯 假如没有了 我们就来看看有几个呢 一 二 三 四 五个正方形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这五个正方形呢 给上红色的哦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用绿色来画出长方形了 那我们现在换一换颜色 用绿色来画出长方形 所以在上方右边这边呢 就看到了啊 有一个长方形式的 那我们就把它用绿色给画出来 那么在中间这边呢 我们还有看到诶 另外一个长方形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就把绿色给它画出来 嗯 这样我们再找一找看 还有没有长方形呢 啊 只有这两个罢了 对不对 所以长方形只有两个哈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画出圆形了 那圆形是黄色的 那我们就改一改 圆形是黄色的 那我们看看这边有几个圆形呢 嗯 左边这边有一个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圆形画上去 那接着下来它的下方这边也有一个圆形哦 那我们就把它画上 还有就是右上角也有一个圆形啊 那我们就把它画上圆形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诶 这边总共有几个圆形呢 它是有一 二 三个的 对不对 好 那接着下来就剩下三角形 yes 剩下三角形呢 我们要用蓝色啊 跟它画出来 那三角形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剩下的啦 也就是三个三角形 那在右下角这一边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三角形 对不对啊 那我们就把它用蓝色给画出来喽 好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三角形 ok 好的 那接下来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了 也就是在左上角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就用蓝色给它画上三角形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啦 那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有四种颜色 分别代表不一样的基本形状 它们是正方形 长方形 三角形 以及圆形的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下一个部分喽 好 第二题这边呢 我们要数一数 诶 就像刚才我们已经有数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数一数写出各基本形状的数量 是的 我们要知道 诶 正方形有多少个 圆形有多少个 三角形有多少个 长方形又有多少个呢 好 那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 A 部分的这边呢 我们有正方形 那我们看看正方形是红色的 我们来数看 这边有 一 二 三 四 五 yes 有五个正方形 那我们就把答案五写上去咯 好 B 这边 我们看到有长方形 那我们要算一算长方形 好 我们来看一看吧 这个图就几个长方形呢 首先 中间这边有一个 右上角有第二个 还有吗 没有了 好 我们就把答案两个呢 写在空格里 好 这边长方形这边 我们就写二 好 那C 这边 我们看到有三角形 我们来数一数吧 三角形是蓝色的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 一 二 三 二 还有第三个 这边总共有三个蓝色的三角形 所以我们就把它们写出来 把它的数量三写在这边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圆形 圆形这边有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看啰 好 这边有一 二 三 是的 整个图画里面总共只有三个圆形 那我们就把这个三呢 写在圆形的空格这边 所以我们的 A 是五 B 是二 C 是三 还有 D 也是三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一页咯 那就是练习二写出一下物体的基本形状 是的 我们要知道 诶 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形状呢 我们就要把它写出来咯 好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题吧 诶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是饼干啊 对不对 那每次吃饼干的时候我们看到 诶 它中间有一个孔一个孔了对吧 那么它是什么形状呢 很明显这四边都是一样长的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是正方形啦 那我们就把正方形给写上咯 OK 正方形 因为题目已经给我们行了 我们就不需要写行了 OK吗 不然就变成正方形形 好了吗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这边 诶 这个硬币是二十线的硬币对不对 那它是什么形状呢 嗯 是的 它的边都是一整个完整的圆圈 那这个就是圆形啦 好的 那我们就把圆形写下来咯 好 里面一个圆 OK 把它关起来 是的 这就是圆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这边 诶 这边有一个小旗子 那这个面旗子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大家看到尖尖的角对不对 这就是三角形了 没错 所以我们把三角形写上咯 好 所以第三题的答案就是三角形 那最后我们看看第四题 诶 这是黑板对吗 那黑板你会看到对面是一样长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叫做长方形 所以我们把答案写出来 长方形 是的 就是这样子啦 好 我们第一题呢 顶干就是正方形的 那第二题的硬币是圆形 第三题的棋子是三角形 以及第四题的黑板是长方形的 就是那么简单 好啦 那假如你觉得我的字体没有那么好看 看不是很清楚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下方这边的选项哦 有三角 有正方 有圆 有长方的 可以吗 好啦 那以上是有关一年级科学 滑动本第五十七 以及五十八页的洗地讨论啦 你学到了吗 既然你成功学到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也别忘了订阅 打开小铃铛 以守住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哦 那想要学到更多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官方网站 就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